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来富有的经济发展 而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也特别南下 运远从日本来的姐妹式贵宾 一起参加点灯仪式 日方有好多城市 有好多的动作 我们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所以今天 有这样子一个团来 到台南 我们特别高兴 将全新球鞋拿到小朋友手上 除了点灯外 徐旭东还化身圣诞老公公 在现场赠送120双 全新运动鞋 给落实家庭儿童当夜旦礼物 让现场所有夜旦节目外 也有满满的社会不及 谢谢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人报告